Hello大家好,歡迎來到CKGO頻道 我們的股市終於終於終於還是回調了 截止到週四做這個視頻呢 道瓊斯經歷了6月11日以來最大的下跌 跌幅有2.8% 而在大家眼裡看來是長盛將軍的NASDAQ 暴跌將近6% 其中蘋果暴跌8% 特斯拉將近10% 微軟下跌了6% 谷歌為5% 亞馬遜以及Netflix,臉書等等也都下跌了4%左右 這次突然間的暴跌究竟是怎麼回事呢? 美股是否在經歷它的明司機時刻 對於這次的下跌,我們應該逃命嗎? 大家好,我是CK 一個致力於投資理財的頻道 每週三,週六轉時更新視頻 記得訂閱以及點擊小鈴鐺來獲取最新視頻哦 現在視頻正式開始 這次以NASDAQ為主的暴跌 從一開始發生在9月2日 起頭的是特斯拉,跌去了將近5% 官方的原因是 特斯拉將要新發行50億價值的新股權 但真正的原因真的是這樣嗎? 特斯拉這次要發行的50億價值的新股權 這些新股權的發行並沒有設定特定的價格 而是時不時會以市場加發行 發行的時間會由特斯拉高層決定 對於這些高層而言 保護自己手上股權價值是非常重要的 像是Elon Musk擁有著特斯拉20%的發行股權 如果新發行股權太多呢 這個百分比就會減少 因此,如果能夠以最小的股權數 籌集到那50億資金當然就越好 所以股權發行價是越高越好 這次的股權發行對特斯拉的實際影響應該是多少 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之前一期視頻我們有用估值模板說明 為什麼給特斯拉做估值那麼困難 主要原因還是在於 大家對特斯拉未來5年成長率的預測有著很大的分歧 這次為了掩飾這次新發行股權的影響 我們使用了比較激進一些的估值 來配合現在的高股價 但對於特斯拉真正值多少錢 大家還是去看之前這一期視頻哦 在這50億新股權發行之前呢 Yahoo Finance的分析師對特斯拉2020年每股收益的預測為 1.72美金一股 假設我們認為特斯拉能夠在未來5年有60%的成長率 並且在5年之後的幾年成長率下調至30% 那麼5年後,特斯拉的估值為667美金一股 如果我們想要從特斯拉這支個股中 得到12%的年回報率 那麼特斯拉在今天的股價估值為338美金一股 當然,這是在新股權消息被發佈之前 在新股權消息被發佈之後呢 雖然因為之前提到的,由於是按市場價發行 所以最終的發行股數還不能確定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估略做一下計算 假設特斯拉的新股權平均將以498美金一股的價格發行 也就是在9月2日暴跌之前的最高股價 那麼50億美金的新股權就相當於是1000萬股 今天特斯拉的股權數是9億3000萬股 並且每股收益預計為1.72美金一股 那麼預計今年2020年特斯拉的盈利為16億美金 再加上這新發行的1000萬股 新股權數就從原來的9億3000萬股 變成了9億4000萬股 每股收益也就因此從1.72美金一股降到了1.70美金一股 我們把這新的每股收益放到模板中 這5年後的特斯拉估值為660美金 相當於是今天的334美金一股的股價估值 也就是說,因為這50億的新股權發行 特斯拉的估值變從338美金降到了334美金一股 差不多是1%的影響 所以,這新股權發行對特斯拉的股價不是沒有影響的 只是影響很小,理應在1%左右 這就有點像是股息股的除息日 如果股息為1% 那麼這支個股在沒有別的外力的情況下 股價就會在當日下跌1%一樣 投資者並不會因為這樣的下跌而恐慌 但在新股權消息發布的那一天 特斯拉的股價下跌遠遠超過1% 而是將近5% 並且加上之後兩天的跌幅,已經跌去了超過18% 這都是為什麼呢? 那就是恐懼造成的 現在的美股有一個特點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 因為美聯儲的印錢以及低利息 創造出來了一個泡沫 但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泡沫什麼時候會爆 所以小心翼翼戰戰兢兢 這就很容易造成所謂的明斯基時刻 英語為Minsky moment 明斯基時刻是以美國經濟學家 哈曼明斯基命名 指的是當投資者開始不管不顧的投資行為 撐起無法持久的牛市之後所帶來的崩塌 有一個指標很好的體現了 投資者近期的恐懼心理哈 在過去的兩週裡 標普500以及反映市場恐慌程度的VRX指數 都很罕見的雙雙上升 而引領最近投機行為的主要兩支個股 就是蘋果以及特斯拉 自從這兩支個股公佈了拆股消息之後呢 這兩支的股價可以說是蹭蹭蹭往上竄 拆股本身雖然並不改變個股的基本面 但拆股通常意味著股價正在上升 是一個利好消息 蘋果自從7月30日公佈拆股之後 暴漲了40% 而特斯拉在8月11日公佈拆股之後 更是暴漲了70%之多 就在拆股之後的一天 因為股價便宜了 導致像是通過Robinhood等平台投資的散戶們 也買得起蘋果、特斯拉這樣的個股 一度導致平台的癱瘓 特斯拉單日又暴漲12% 蘋果則是上漲了3% 但這樣的漲幅與基本面完全沒關係 純粹是投資者投機行為所造成的泡沫 只需一根矽針就能戳破 而特斯拉的新股權發放的消息就是那一根針 原本按之前我們已經提到的 新股權發放的消息本身會給特斯拉 帶來1%左右的下跌 但這樣本應發生的下跌 卻是許多投資者們所不了解的 而又恰好發生在投機行為的最高峰時刻 大家都想著趁著拆股的牛市撈一杯羹 然後在別人之前先逃 這1%的正常下跌 在不知道詳情的投資者眼裡 就變成了逃命的信號,紛紛拋售 導致特斯拉當日下跌4.8% 並且同時蔓延到了蘋果的身上 隨即又出發到了那些演藝法交易程序 畢竟這些演藝法交易程序 已經佔據了80%的交易量 這些對沖基金等等必須平倉獲利 於是乎便蔓延到了整個大盤 尤其是NASDAQ 那麼如今恐慌情緒已經開始蔓延了 接下去幾天很有可能股市會繼續下跌 那麼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應該逃命嗎? CK認為針對這個問題要考慮以下的幾點 一是,逃命套現之後有更好的投資機會嗎? 二是,套現之後再買入的買入價 會比之前的平均買入價更好嗎? 三是,短時間買入賣出要多交多少稅 四是,還有多少流動資金可以加倉? 這些對沖基金喜歡平倉獲利 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在鎖定的獲利中獲取提成 畢竟頻繁進出倉交稅的又不是對沖基金 而是那些客戶們 但就從估值來看 這次的回調完全屬於正常範圍 只不過之前衝得太猛了 就以蘋果為例 拆股後從估值來看為122美金 這次8%的下跌呢 也只不過是將蘋果拉回到了估值 其實算不上太便宜 同樣的,像是臉書,亞馬遜,微軟等等 也都只是回到了估值 如果從3月那次股災以來 就一直有進倉的朋友們 現在如果逃命 能夠再以3-4月平均買入價進倉的可能性 還是相當的小 所以如果現在手上還有銀彈 這次的回調反而是很好的加倉機會 那CK也來分享一下 當前正在留意的幾支個股 其中有兩支半導體公司 Quavo以及高通 也有已經投資了的蘋果以及微軟 還有建材零售商Home Depot以及槍身 如果之後有購入任何的個股呢 CK會在每周三的財富自由股息投資的更新中告訴大家 你可以follow我的eToro賬戶 就可以時時看到了哦 總結來說 這次的回調 只不過是由於投機行為破滅後造成的市場恐慌 市場基本面與一周前相比並沒有什麼變化 如果說現在的股價為什麼那麼高的原因 歸根結底還是要數目前的低利息環境 拉高了所有個股的估值 就CK計算的估值 對於大部分現金流較充足的個股 即使是以估值價格進倉 未來幾年也只是預計可以帶來6%到7%的年回報率 遠遠低於過去幾年每股的9%的平均回報率 這便是低利息的環境對於個股估值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而上一期的視頻我們也分析了 美聯儲最新發布的貨幣政策的一大目的 還是在於要繼續現在的低利息 因此比起逃命 CK還是更偏向於利用這次市場的恐慌來加倉 但這僅僅是CK依照個人的投資策略所做的分析 大家具體該如何操作還是要量力而為哦 今天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,記得訂閱點贊哦! 我是CK,我們下期再見!